新北平陵溪水暴漲 冲走素希克 造成四個人死亡 一人失踪 当时时雨量超过80毫米 日累积雨量约150毫米 因为封面通过 加上午后热对流 造成平陵山区短时间的强降雨 大雨来得又极油快 但这雨还没完 这明点五号晚间在脸书po文指出 六号还有一波强降雨 达红色急距 而且雨区可能不均匀 台湾附近的环境场 就是有潮线通过 然后再加上热力作用 所以各种有力的条件 加起来的话 就是对于这种热对流发展 就比较剧烈 气象局也针对云林 以北到大台北地区 共16县市发布大雨特报 午后云南南投机大印 以南山区也有局部大雨 周二雨市才会趋缓 从八号一直到十二号 也就是接近端午假期 这段时间整个台湾附近的西南风 逐渐的增强 那增强的情况 就会把南边的水汽带上来 所以各地的降雨几率是提高的 到了周三 西南风增强水汽多 各地有雨 迎风面的西半部雨势明显 而且午后降雨范围会更大 端午节四天连续假期 也会是湿搭搭的下雨天 记者卢一红台北报道